- 休斯頓論壇 - 休斯頓論壇 - 休斯頓論壇 - 那麼今天在我們現場 - 就在這個蔡英文總統上任的一週年前夕 - 我們邀請了喬舍不一樣立場的 - 不一樣看法的朋友們 - 一起來討論 - 現場我們還有兩位休斯頓大學的學者 - 那麼雖然大家理念 - 理想可能又不一樣 - 但是畢竟我們今天在座各位 - 到美國來都是起碼二三十年以上的時間 - 所以我們希望 - 從這個透過一個 - 從這個美國這邊 - 外面的這個角度來看 - 希望我們能夠有一個比較客觀 - 跟理性的一個討論 - 提供給我們觀眾朋友 - 來參考 - 因為在台灣現在的媒體 - 就像剛才前一段建民雄說的 - 這整個的氛圍 - 藍的非常藍 - 綠的非常綠 - 幾乎沒有中間的一個地帶 - 那麼這就讓大家變成說 - 民眾只能夠聽到一面之詞 - 那麼實際上民眾也只去聽 - 只去看 - 自己想要聽到的一種說法 - 那麼當然 - 這個事實上來說 - 我們看到了 - 蔡英文的這個一週年前的 - 就任一週年前的這個民調 - 可以慘疊 - 慘疊到30%以下 - 這是連基本上 - 連傳統大家認為 - 民進黨基本盤的支持度 - 都不到的情況 -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- 就是台灣的低薪的情況 - 那麼這個低薪 - 到目前為止 - 在台灣還是很流行 - 年輕人只有22K - 這整個的這個經濟 - 這麼多年來 - 年輕人的就業市場 - 薪水沒有辦法提升 - 而這種沒有辦法提升 - 實際上也是造成 - 馬英九 - 下台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- 因為馬英九就任的時候 - 一直強調說 - 他的大陸政策 - 為台灣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- 可是這些財富 - 並沒有能夠讓這些所謂的 - 這些一般的勞工階層 - 或者是這個年輕朋友 - 來分享 - 那麼現在蔡英文上任一週年的 - 這個薪水情況 - 也不見改善 - 不說 - 而且在兩岸關係的這個 - 停滯的情況之下 - 甚至於很多的商家 - 整個經濟呢 - 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- 那我想建平兄 - 你是經濟學者 - 你怎麼樣看台灣 - 這個擺脫不掉的 - 這個低薪的這種模造 - 那第一個你這樣問呢 - 這個問題其實很大 - 很多人都在談論這個問題 - 那當然有各種 - 特別是屬於這個 - 的部分 - 就是 - 在總體經濟 - 或我們講說是 - 宏觀經濟來講的話 - 三個宏觀經濟學家 - 有四種看法 - 所以我先講說 - 我代表的是我個人 - 對台灣的經濟的想法 - 其實台灣的低薪 - 我覺得最主要是 - 大概從三方面來 - 第一個是台灣 - 其實最麻煩的是 - 它的土地政策 - 很多人都認為說台灣 - 好像這個土地改革 - 好像我們聽到土地改革 - 就只是想到以前那個 - 成城副總統的跟著有機的 - 其實台灣很需要 - 重新的土地改革 - 現在很多的中小企業 - 它包括它從中國 - 它要撤回台灣 - 它找不到用地 - 還有台灣你常常到 - 有時候你到那種 - 大概中部的地方 - 你常常看到農田裡面 - 中間忽然就蓋了一個 - 就一個工廠在那個地方 - 是 是 - 現在其實環保各方面 - 它也不知道它要怎麼辦 - 它到底要結束掉 - 還是要繼續再做下去 - 它沒辦法做 - 然後新的廠 - 進來土地取得也有問題 - 所以其實台灣需要土地改革 - 台灣都更到現在 - 你包括 - 所以我本人也不贊成這個 - 其實所謂的這個前瞻計畫 - 這麼多千億放在建這些 - 例如說軌道這個東西 - 其實台灣需要土地政策跟都更 - 那這部分 - 因為土地你要想 - 人民的生活 - 它為什麼會需要高薪 - 假設說它住也沒得住 - 然後交通都非常的不... - 不方便 - 那它就沒有辦法拿低薪生存 - 但是很可惜 - 台灣過去16年來 - 包括陳水扁當了八年的總統 - 還有這個馬英九當了八年的總統 - 他們在什麼東西上建設做得最好 - 交通建設 - 你到台灣去你會覺得 - 我們美國回去都覺得amazing - 捷運怎麼那麼便宜 - 從... 從... - 像我到台北 - 我在台北火車那邊坐巴士 - 坐到陽明山上去 - 一趟才15塊台幣 - 是... - 就是我們說我們50千 - 對 - 居然能夠做那麼長的情況 - 那台灣的交通的補貼 - 弄得很方便 - 現在又要蓋輕軌 - 我說天啊 - 你假裝說 - 你這整個環境 - 讓年輕人他覺得說 - 哇... - 就像我問我親戚 - 他住在台北 - 他就是租一個小套房 - 他就是騎那個U-bike - 他也不用買車 - 對... - 你讓他生活這麼方便 - 買車還找不到停車位 - 你讓他生活這麼方便 - 讓他可以接受很低的薪水 - 就能夠存活 - 台灣又這麼多夜市 - 那吃的東西可能食安 - 又什麼問題 - 我覺得那是一個整體的 - 所謂一個小確幸的陷阱 - 把台灣的薪資所使 - 你不可能讓... - 就是說我們今天政府不可能要求說 - 這個... - 你這個業主 - 你要多給他錢 - 不可能 - 一定是說... - 不賺錢也不可能 - 我這個錢我就是找不到人來做 - 因為我這個價值就沒有人拿這個錢 - 他能夠生活 - 所以一定要是由下往上 - 所以我非常贊成台灣就是說 - 這些所謂的交通建設這個東西 - 通通讓他能夠付... - 就要付更高的費用 - 那民眾反對的話 - 政府可以用... - 例如說... - 給你這個發這個... - 例如說補貼券 - 讓一些有錢買的 - 有錢花人 - 他一定要付很高的錢 - 那真正有需要的人才享受低價 - 那據說台灣最... - 我自己覺得最不公不義的 - 就是這些年長的人 - 他們坐公車都不用錢 - 我覺得這一方面 - 台灣還不是一個福利國家 - 卻有一個福利國家的外貌 - 所以很多人說... - 包括在美國 - 很多人說回去我今天回去健保 - 我看台灣的 - 回去很方便 - 都很喜歡台灣 - 覺得台灣很好生活 - 這就是台灣現在最大的一個危機 - 土地政策加上沒有都更 - 再加上台灣的稅制一定要改革 - 是... - 稅制改革... - 你最近的資料才出來 - 這是已經很久了 - 從馬政府開始 - 台灣的資金大量的外流 - 因為很簡單 - 你外國人投資台灣的話 - 你稅率比本國的投資者低那麼多 - 那我再傻 - 我單純就... - 例如說我在維京全島 - 設立一個公司 - 我錢會出去然後再弄回來 - 我可以享受這麼低的稅率 - 這已經行之有年 - 卻都偷偷在做 - 其實很多方面的話 - 我覺得... - 大家都知道問題在哪裡 - 但是現在就是看蔡政府 - 她有沒有辦法真正切中這些問題 - 然後真的能夠進行改革 - 可惜的是蔡政府現在提出來 - 正好是反其道而行 - 又提出了8800億 - 結果全部都是在軌道 - 其實這也很能夠理解 - 因為明年馬上就要選舉 - 這種軌道建設 - 這種基礎建設 - 這種道路一看馬上就有成績 - 很容易就像你講的 - 這個老百姓要出門覺得很方便以後 - 他就會覺得說 - 這個政府有在做事 - 對 - 但是很多的這種 - 但是他如果看到說 - 他今天去市場去買菜 - 貴了幾塊錢的話 - 他就馬上罵這個 - 我覺得台灣實在 - 不要讓它再更方便了 - 不要再讓它更方便 - 因為太方便了 - 導致低薪 - 太方便導致於 - 就是說你可以勉強的收入 - 例如說22K - 我們在覺得說不可能生活 - 其實22K - 就我知道你只要是父母 - 還有房子 - 那你要求不是太高 - 他還有蠻多的小確信 - 他還能夠去 - 還可以去聽聽演唱會 - 沒錯 - 買買手機 - 所以就變成是說 - 這種即時的消費 - 即時的小確信的消費 - 還是有一批人能夠賺到錢 - 你一直說這個小確信 - 我們觀眾解釋一下小確信是什麼 - 小確信是這個 - 我們這個低薪不止台灣的問題 - 韓國、日本、美國甚至都有這個問題 - 這個是反全球化浪潮 - 你說家裡父母有房子 - 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房子 - 你剛剛說年長者做這個交通 - 這是我們華人的優良傳統 - 敬老尊選這是應該的 - 因為這些老一輩人是創造 - 築定台灣經濟基礎的人 - 沒有他們難用我們現在 - 所以就是需要這些老一輩人 - 他們能夠痛定 - 痛定失痛 - 因為全世界的銀法族都是最有錢的 - 實在是在這一方面 - 不需要再去為了他個人的 - 例如說他覺得很方便 - 所以我一直有一個論調 - 我們年長的人 - 你要愛你的孩子 - 就是盡量的花錢 - 你呢 - 不但是你能夠 - 最好在你這一輩子 - 在你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- 把你的錢花掉 - 是取之於民、用之於民 - 是 因為這個問題 - 台灣現在遇到 - 中國馬上要遇到 - 中國的經濟現在也在環化了 - 其實全世界裡碰到這個情況 - 但是中國特別嚴重 - 中國因為你知道他人手很快就是要副成長 - 那這一批人 - 他們都是過過苦日子的人 - 他們好不容易到老了 - 他們好不容易到老了 - 他們覺得這是我的時間 - 我要來享受一下了 - 但是這個時間 - 譬如說政府 - 他現在還有錢 - 表面上看起來還可以拖 - 但是馬建林講的是沒有錯 - 就是說的確是上一代跟下一代 - 現在在這個經濟的問題上面 - 的確是有這個分配不均 - 老了一輩的 - 他好像還有社會福利他要拿 - 但是我們想到就是說 - 年輕的一輩 - 他現在進到這個社會裡面來 - 為什麼現在包括法國 - 他會選出那麼年輕的總統 - 中東這些地方 - 反而就是十月以後超過百分之二十幾的 - 對 - 其實這個世界是蠢蠢欲動 - 我覺得革命是遲早發生的 - 這也是一個世代交替的過程 - 只是說他能不能用和緩的方式 - 來過渡還是說要用激烈的方式 - 那我是覺得是像台灣的問題的話 - 我覺得這個世代的革命 - 我甚至於我認為是他 - 我是歡迎的 - 因為必須要有一個比較激烈的手段 - 然後才能夠有辦法大破大力 - 我想這個也是很大一個原因 - 為什麼蔡英文現在的支持度 - 滿意度會這麼低 - 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- Peter 我要問一下 - 剛才建兵講的這一段 - 感覺上台灣很像共產社會 - 就是說這個現況 - 而且是越來越往那邊走的情況 - 就是說亞來百姓 - 寵老百姓 - 讓老百姓覺得說 - 他這個大政府大有為政府 - 讓我這個老百姓生活無憂 - 所以我什麼都不要 - 年輕人動作就是抗議一下 - 我就什麼都不要 - 就拿到了福利 - 當然啦 - 如果你去北歐國家看 - 丹麥挪威 - 也是這樣國家 - 這些老百姓下午四點鐘 - 我去丹麥下午四點鐘 - 你去商店沒有一家開了 - 全部關門 - 放假日一般是大家搶著要做生意 - 你放假日那裡你沒地方去 - 全部都關起來了 - 但是那樣子的國家 - 是不是台灣能夠想要做的嗎 - 還是說台灣真的是希望能夠做到這樣 - 還有你買了一棟房子 - 買了一棟房子永遠都不漲 - 是不是這樣子呢 - 台灣估計沒法的 - 也模仿北歐的模式 - 為什麼 - 因為台灣地少 - 而且人口是非常多 - 也沒有支援 - 也沒有支援 - 你就說瑞典是個很大的國家 - 它人口很少 - 對 - 所以它有發展的空間 - 其實北歐幾個國家加起來 - 恐怕就是台灣的人口 - 對 它有發展空間 - 但台灣現在是沒有空間 - 但是剛才陳教授說的是對 - 政府要讓老百姓滿意 - 雖然說薪水上不去 - 因為國民生產總值每年不超過3%的增長率 - 所以它薪水可能上不去 - 那怎麼讓老百姓能夠 - 這麼少的薪水還能夠 - 提供很多很好的公共設施 - 比如說我到台灣就覺得那個飯很好 - 而且很便宜 - 比北京上海的飯還要便宜 - 對吧 - 但是這有個問題 - 什麼問題呢 - 現在2300萬那個同胞 - 對吧 - 人口可能還會往上漲 - 當然漲得會很少 - 但你地是不會漲的 - 對吧 - 你說像北歐國家 - 它人口是負增長 - 對吧 - 而且它還有很大的地 - 如果它要發展的話 - 它很有空間 - 但台灣經濟整 - 經濟已經飽和了 - 對吧 - 所以說你這種方式 - 就是用低薪 - 然後加社會保障系統 - 那個完善 - 能不能完全 - 尤其是年輕一代 - 能夠服 - 如果它不服的話怎麼辦 - 所以就是說 - 蔡英文其實 - 蔡英文講的那個南向政策 - 其實這個提法是對的 - 對吧 - 因為 - 當然它有很濃的意識形態 - 我不到大陸去 - 我到南方國家去 - 南邊國家去 - 它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- 但是它不走意識形態的問題 - 不因為意識形態 - 還要這樣做 - 為什麼大陸越來越貴了 - 菲律賓多便宜 - 對不對 - 柬埔寨多便宜 - 印度多便宜 - 這是對的 - 但是說這個方向是對的 - 這樣的話呢 - 你可以擴張 - 擴張台灣的生存空間 - 對 - 這一點我贊同 - 你就是說南向政策 - 其實不完全是意識形態 - 因為台灣其實 - 也有它不得不的成分 - 台灣也在千景 - 特別是人口的結構 - 因為東南亞的這些移民新娘 - 還有東南亞的家庭 - 像我前年回台灣的時候 - 我到小學去參觀 - 他們就說新生裡面 - 四個人裡面有一個 - 例如說台灣跟越南 - 或是越南媽媽 - 印尼媽媽 - 印尼媽媽 - 對 - 其實台灣的人口結構也在改變 - 所以我還是回到一個問題 - 說台灣的問題要解決 - 就是第一個它的移民政策 - 第二個它的 - 還有包括它的一個土地的改革 - 那都更這些問題是當務之急 - 不過我覺得 - 這個台灣 - 在外資開放上頭 - 還是應該要更加開放 - 我覺得 - 我覺得這麼多年來 - 台灣沒有外資進入 - 所以讓很多的大企業 - 其實始終在享受這種廉價的勞工 - 因為它這些企業它沒有競爭 - 沒有外資的競爭進來 - 包括入資 - 包括入資 - 當然我們等一下可以談一談 - 這是政策的問題 - 就是說外資沒有進來以後 - 造成了沒有企業 - 它等於就是說 - 它永遠可以享受到 - 這麼廉價的勞工 - 對 - 其實就是說 - 例如說包括外國的投資 - 其實外國投資在台灣 - 並不是沒有 - 我是說非中國的資金 - 不是沒有 - 但是就是說 - 它這些投資基本上 - 因為台灣例如說工程師也便宜 - 所以它其實它投資很多只是在硬體上面 - 那事實上一些工程師 - 它還是用local的 - 那local的工程師可能薪水 - 以台灣來講可能還不錯 - 但是對國際上來講 - 它還是不夠高 - 所以台灣事實上是一個 - 就是它的labour - 它的所賺的錢 - 其實的確不match它的產值的一個地方 - 那但是長期來講 - 台灣基本上還是有一些優勢 - 我們今天來看 - 因為的確最近的媒體都是說唱隨台灣 - 但其實台灣它還是有一些優勢在 - 就是說基本上台灣現在還有一批工作者 - 其實他們有本事到外地去 - 但是因為就是剛才講的 - 所以一個刀有兩刃劍 - 就是說台灣因為生活的便利性 - 也讓很多人他不願意離開 - 對 - 對 - 方便怪 - 對 - 所以他知道他出去可以拿更好的薪水 - 但是他可能不像他生活那麼方便 - 是 - 所以呢也還有這一批人在 - 所以我對於我們南向 - 就是說現在的台灣南向政策的話 - 只要再配合上台灣的一些土地政策的話 - 我覺得把次一等的到東南亞去 - 然後把一些比較高等的 - 能夠留在台灣 - 而且是土地取得有辦法的話 - 我覺得台灣還有第二波的經濟 - 可以起來的機會 - 那而且最重要的是 - 我在這邊我也跟各位分享一個 - 我個人很特別的看法 - 我覺得過去這幾年 - 雖然藍綠打得很厲害 - 吵得很厲害 - 可我覺得現在不管你是藍的還綠的 - 不管你在世界各國哪裡 -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都很愛 - 都很愛國 - 都很愛國 - 我覺得這一點是 - 因為你不管是藍的 - 其實你也很關心 - 只是你的名稱上面 - 你有一些東西 - 你覺得不應該這樣 - 但是你對目前為止 - 對於家鄉事務的關心程度 - 還是都是很高的 - 非常高的 - 而且台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資源 - 就是海外有這麼多人 - 這個在其他國家很少見的 - 海外有這麼多人 - 而且海外的人才 - 怎麼樣能夠引進到回去 - 包括例如說 - 我覺得這些都是執政黨 - 不管是藍綠哪一邊執政 - 要好好善用這個資源 - 因為就我知道很多老一輩的在這邊 - 他們到了一個年紀 - 他們第二代不想接他們的事業 - 我知道北美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- 是 - 也有希望 - 例如說台灣的政府能夠幫他 - 例如說他願意回去 - 或者說台灣政府 - 他們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培育 - 他有些人能夠送到這邊來 - 讓他願意讓台灣一個新移民來接放 - 其實有這樣的傾向 -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做的 - 這也是走向國際化很重要的一點 - 那我想當然剛才講到了 - 台灣出來的僑胞 - 基本上對於家鄉都很關心 - 都很愛國 - 不過這個國 - 在台灣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- 國家認同問題 - 其實是藍綠 - 不斷的爭鬥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源 - 來 煥澤兄你談一談 - 尤其是民進黨執政以後 - 這個蔡英文在執政以後 - 我們看到就是說這一年來 - 這個陳情抗議不斷 - 這個社會的對立 - 甚至於很多的這個對立的情況 - 我覺得不一定說 - 要說是蔡英文的責任 - 但是我們看到蔡英文的這一個團隊裡頭 - 還有包括立法院裡頭 - 他們還是慣用過去民進黨的這種製造對立 - 然後來衝突切香腸的這種手法 - 在處理很多事物 - 那這個實際上是分散台灣內部力量 - 很不好的一個影響力 - 這個煥澤兄你談一談 - 這個 剛才這個建平兄他講的就是說 - 這個他相信這個中國應該 - 不想讓這個民進黨 - 能夠說更糟糕的下去 - 然後要給他留點一地 - 要幫助他 - 不然的話不知道反彈的情況如何 - 但是剛才這個皮特他已經講了 - 大概可能中國已經看了 - 不管你怎麼變 - 他都有方法來治 - 但是今天在台灣 - 這一次民進黨上台以來 - 對國民黨的清算 - 各方面我認為是已經到了 -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- 我是覺得說做人要厚道 - 但是當然你對於你的政敵 - 這個兵其實以這個中國國民黨 - 他這種一貫的思想 - 這樣的做法 - 他從來不至於對人家趕盡殺絕 - 現在已經不是過去那個什麼 - 那種什麼軍政的時代 - 所以說再怎麼樣 - 之所以為什麼國民黨會敗 - 一個富人之心 - 這個馬英九 - 我常常講的就是那句話 - 圖善不足以為陣 - 為什麼就不能說有一點謀略 - 如果說今天我們這樣子 - 以剛才這個劍兵雄 - 他發表的這些經濟的言論 - 真的如果具體可行的話 - 今天把你放在一個中華民國 - 這個經濟部長的位置上 - 行政院長的位置上 - 真的能夠把它做好嗎 - 我想還是一樣 - 一致心態做好 - 我們講 - 我們大家都想 - 很多很多跟一樣的想法 - 但是做不到 - 為什麼 - 那就是因為很多的這個 - 現在講 - 我曾經聽過就是說 - 這個劍兵雄講 - 台灣的經濟問題 - 不是在能源問題 - 是在於土地規劃 - 但是既然是這樣子 - 你很多人都看到這個事情 - 這個我所認識的這個 - 前瞻計畫的8800億 - 有85% - 是用在這個綠營的執政縣市裡面 - 而且有大部分是發在這個軌道交通 - 我們都知道 - 高雄有一個車站 - 地鐵的車站 - 我相信它是全世界最美的 - 最漂亮的一個車站 - 但是它的營運狀況怎麼樣 - 每天在賠錢 - 這樣的話 - 你還要蓋這個軌道交通幹什麼 - 說穿了 - 你照 - 都是這樣 - 這樣的話怎麼會公平呢 - 怎麼會公正呢 - 所以說 - 也是一樣 - 陷入這個死符桶裡面的話 - 永遠高喊正義 - 但是這個絕對做不到 - 我們這個最會溝通的政府 - 蔡英文標榜最會溝通的政府 - 為什麼就任一年來 - 這個陳情抗議事件不斷了 - 我們廣告休息一下 - 繼續討論 - 已經有了 - 營友 - 營友 - 營友